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香港航空联合赞助播出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美后任驻韩大使表示 停止军演未测朝鲜成意 前美国高官表示 特朗普为中美创造不确定 欢迎收看6月14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习近平表示 中美合作可以半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势 希望双方加强沟通 增进互信 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恭喜先生一定也知道 我和特朗普总统 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 和亲密的个人友谊 我们就中美关系的事情 都能够及时的交还意见 也就一些共同关心的 重大的国际地区问题 都能够有很好的交流 接下来我也很感兴趣 听到郭敬先生 对这一次美朝收到会晤 有关情况 这些信息的交流 以及对中美关系的一些看法 习近平表示 希望美方慎重妥善处理台湾 经贸摩擦等敏感问题 防止中美关系受到大的干扰 双方要就重大国际地区和全球性问题 加强沟通和协调 共同做世界和平建设者 国际秩序维护者 习近平又表示 希望美朝双方坚持相互尊重 相向而行 继续为政治解决半岛问题 做出不懈努力 中方愿继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另外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为驻韩国大使的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哈里斯 14号在美国国会参院外委会出席了他的任命听证会 哈里斯就美朝峰会后的半岛局势回答了议员们的提问 他表示朝鲜的核威胁仍然存在 川普在美朝峰会后表示 现在美国可以好好睡一觉 不用再担心朝鲜核威胁 不少议员对此感到困惑与担忧 哈里斯周四在听证会上回应称 朝鲜仍然对美国构成核威胁 美韩暂停重要军演是为了检验朝鲜的诚意 曾强烈重申美韩军演重要性不可动摇的哈里斯 当天极力为特朗普辩护 认为特朗普在美朝峰会的成果之一 是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回归理性 而非让他屈服 韩国总统文在寅日前呼吁 希望提早将美韩军队的战时作战控制权 从美方移交给韩国 哈里斯表示 战时作战控制权的转移将是一个困难的过程 需要驻韩美军 印太司令部 以及五角道楼与韩方协商做出决定 有议员猜忌暂停军演让中国受惠 哈里斯称 现在判断美朝峰会 以及暂停军演是否直接有利于中国还为是上早 但峰会给半岛带来了和平契机 他强调美国能够成为一个乐观且务实的国家 当天有两位民主党参议员为哈里斯站台 称哈里斯作为一位无党派人士正是美国所需要的外交官 在摘掉此前鹰派司令的头衔后 哈里斯指出 美韩联盟固然重要 但的确是时候为谈判创造一些喘息的空间 冯王卫视黄卓 华盛顿报道 另外美国前助理国务华素 13号接受冯王卫视专访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 为美中关系创造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但是在对台政策上还是与前任政府基本保持一致 13日前美国助理国务卿罗素在纽约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专访 在谈及中美关系时 罗素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 在个人层面上曾经试图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展良好的私交 但是在政府政策方面却创造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摩擦甚至是破坏 罗素表示 特朗普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但是他从商的过程中合作少 一言堂多 注重的是达成交易 除此之外 他还是一个艺人 善于运用媒体 尤其是社交媒体来达成交易的目的 因此罗素强调 在中美关系上 尤其是中美的经贸关系上 不能够单纯地以商人的固化思维 去衡量或者是预判特朗普的政策 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注意 特朗普签署了台湾旅行法 鼓励美台之间多层级进行互访 6月12日 美国在台协会办事处新管 举行了落成仪式 中国政府都已经提出了严正交涉 罗素认为 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 基本上和奥巴马政府保持一致 只是因为政府在外交和亚洲政策方面 仍有众多的岗位空缺 使得很多中美容易产生起义的地方 都没有得到化解 罗素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 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一职 在特朗普上任之后 他便离开了这一岗位 罗素表示 他和特朗普之间存在的最大分歧 就在于是否要坚持美国第一 他认为 无论是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 还是实现全世界的利益 都离不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 以及美国和全世界各国的合作 凤凰卫视 陈寅谦 江广复 纽约报道 好 广播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草案 如果按照现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全球平均气温将在2040年 上升1.5摄氏度以上 这将打破巴黎协定的理想目标 报告也警告 全球变暖将危害经济增长 近200多个国家 在2015年通过巴黎协定 承诺让全球平均气温 升高不超过2摄氏度 并朝着不超过1.5摄氏度的目标努力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宣布 退出巴黎协定 削弱了协定的效力 报告草案指出 如果气温持续增加 海平面也会继续上升 并可能引发洪灾 气候变暖也可能导致干旱 影响农作物生长 草案还指出 如果想要将全球平均气温的升幅 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 需要在2020年至2050年间 降低三分之二的煤炭用量 增加六成可再生能源的用量 并推动科技创新 今天是总统特朗普72岁的生日 他的大女儿伊万卡特朗普 当天发推特祝福爸爸生日快乐 并配上了自己海童时代和特朗普的合照 6月14号当天 白宫日程安排显示 特朗普为他的生日调休一天 并没有公共活动 不过白宫为救特朗普如何过生日 发布消息 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也在今天宣布 普京已经通过电报的方式 向美国方面致以祝福 此前特朗普在新加坡参加美朝峰会期间 新加坡曾提前为特朗普过生日 生于1946年6月14号的特朗普 出生于纽约皇后区 他也是历任美国总统中当选者最年长者 今天是他担任总统后的第二个生日 星期四 纽约州总检察长巴巴拉·安德伍德 对总统特朗普 他的子女及其非引力基金会 提出一项民事诉讼 声称该慈善机构存在不当交易 利用善款来帮助支付特朗普的政治 个人和商业交易 特朗普随后发推特进行反击称 该慈善机构支出的钱比收到的钱要多 却自己不会就此进行和解 这起诉讼 源于2016年6月开始的一项调查 近在选举前几个月 指控唐纳德特朗普基金会 提出了280万美元 在特朗普最高竞选官员的指导下 用来帮助影响2016年总统选举 诉讼称 基金会和相关个人违反了国家慈善法 向检察总长办公室做虚假陈述 从事自营交易 浪费慈善资产 该诉讼要求赔偿280万美元 附加额外惩罚 以及在法庭的监督下 解散王牌基金会 该诉讼同时也要求 禁止特朗普在10年内 参与纽约慈善机构经营 同时也禁止他的子女 在一年内经营慈善机构 美国有线电视剧头 Comcast周三提出 以650亿美元现金 收购21世纪福克斯 这无一让迪斯尼收购 21世纪福克斯部分资产仪式 增加了变数 并演变为两巨头之间的竞争 但无论最终谁成功 竟得21世纪福克斯 今年在电影电视等领域 获得不小的收获 并为争夺全球市场 增添一份筹码 Comcast上个月确认 准备提出比迪斯尼 524亿美元 全股票出价 更高的全现金出价 收购福克斯的媒体资产 但直到13号 才正式发出收购邀约 之前一直在等待联邦法庭 对AT&T收购交易 做出裁决 Comcast认为联邦法庭对 AT&T收购 时代华纳案的批准 能够增加其收购 21世纪福克斯的机会 因为对该案的裁决 可能减少21世纪福克斯 对于反垄断法的顾虑 目前21世纪福克斯 董事会将需要判断 Comcast给出的条件 是否比迪斯尼 给出的条件更优厚 迪斯尼也将有5天的时间 来做出反应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 来自两岸3D的短消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 14号到访比利时布鲁塞尔 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莫盖里尼 举行会晤 双方讨论了欧盟 与香港良好的经贸 金融科研创新关系 同时也就欧亚互联互通 地区问题 法治问题等交换了意见 欧盟在会后发表的公报中称 莫盖里尼重申 欧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一国两制原则 林郑月娥表示 香港作为国际化城市 希望更多的对外推广 一国两制下 成功保持的独特优势 她向莫盖里尼 介绍了香港的最新情况 和发展方向 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 会通过进行更多对话 推广香港优势 以吸引更多企业 投资者和人才落户香港 受到一股热带低气压影响 台湾南部遭遇暴风雨 多地传出灾情 高雄有两艘邮轮搁浅 人有17人被困 热带低气压 逼近南台湾 为沿海地区带来 9至10级强震风和暴雨 外岛绿岛在深夜风雨明显转大 岛上居民形容 情况有如小型台风 台湾本岛的台南和高雄 也是狂风暴雨 在高雄的凤鼻头 由于风浪过大 导致两艘外籍游轮搁浅 一共31名外籍船员受困 其中14人获救 人有17人等待救援 此外屏东也是大雨不断 有名宅屋顶遭墙风吹走 居民区积水严重 台湾军方已出动 人力和装甲车戒备 全力救灾 台湾气象局表示 一旦热带低气压发展成为台风 可能发布台风警报 好 继续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纽约股市周四是涨跌互建 纳指在创盘中和收盘新高 欧洲央行明年 明年夏天之前是不会加息 利好纳指和标普白指出表现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四收盘涨跌不一 投资人仍然在权衡 周三美丽主宣布加息后 对市场的影响 以及全球贸易局势的最新进展 另外 传媒巨头之间的并购交易 也是推动纳指在今天攀升 道指今天是收跌近26点 特温电器和摩根大通都下挫 约1.8% 领跌道指 迪士尼则延续昨日的涨势 今天收盘也是上涨2.3% 在道指盘中表现最佳 斯科系统则是上涨约1.55% 也是表现不错 同时 标普白指出收涨0.25% 11个板块中有8个板块 在今天都收涨 其中公用事业板块领涨大盘 上涨1.17% 另外 非生活必需消费板块 也上涨1%以上 那么连续两天大幅走低的电讯板块 今天也是扭转颓势 收盘是上涨约0.98% 而受到昨天加息的影响 银行板块今天是表现不佳 整体走低约0.93% 全天都领跌大盘 科系板块是整体走高0.6% 也是提振纳指 今天强势收高0.85% 美元期货价格 今天是收涨0.4% 黄金期货价格收涨0.5% 美元指数则是全天维持 1%以上的涨幅 央行消息在今天 仍然是影响股市的重要支配因素 同时时间轻美着收益率 从今天早盘开始走低 目前是维持在2.93%左右 而各股方面 受到近期并购交易的影响 昨天下跌的AT&T 在今天时代华纳一起股价都有所攀升 而21世纪福克斯的股价 在今天收盘更是上涨约2.11% 那么按计划康卡斯特市早前宣布 将以每股35美元 总加650亿美元现金 收购21世纪福克斯的部分资产 那么以上就是星期四 美国股市情况 富豪卫视陈亲伟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纽约报道 另外在工商新闻方面 总部设计洛杉矶的国泰银行 最近与世界顶尖的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深化合作关系 宣布共同发布一系列定期报告 而近日发表的则是 系列中的首份报告 该报告包括与贸易紧张局势 和贸易不平衡相关的经济资讯 以及对经济增长 并由此自身的 合资和技术转让的看法 希望借此为客户及公众 提供具有建设性的经济资讯 另外 柑橘害虫和疾病防治计划 近日鼓励种植柑橘树的民众 在夏日旅游季节 严格遵守检疫规定 以食用柑橘树叶为生的 亚洲柑橘木虫会传播 能够杀死柑橘树 又名HLB或者是柑橘氯化症的 黄龙病 而且无药可医 黄龙病对人体和动物无害 但却能杀死柑橘树 这种害虫和疾病 已经在加州出现 柑橘树的主人应格外提高警觉 另外 AT&T第二届年度热门体验室盛会 近日在加州洛杉矶的 华纳兄弟片场拉开序幕 探索娱乐与科技的融合 吸引了业界不少顶尖的领袖 与变革者的共襄盛据 从AI人工智能到VR虚拟实景 还有为未来电影制作人 改编人生轨迹的电影大奖 邀请到了不少业内著名的导演 编剧及制作人分享自己的创作经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的关注 凤凤凤凰美洲新闻友 长荣航空 A Star Alliance Member 老力士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匪罪金城 中国东方航空 全新启航 静候您到来 让充满回忆的车子和房子 获得应有的保障 Stay Farm 让您稳健一生 香港航空 联合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